阳明大学医学系师生一行约40人 来到地魔生活技能中心及3D门乡日照中心 访试评测漫健保署 山地离岛医疗给付效益计划 也就是IDS计划的执行现况 透过实地体验参与 让学生了解偏乡医疗环境及需求 主要的目的是要让学生真正的走入偏乡 让他们到了偏乡之后 他们才能够体验老百姓的需要是什么 那么他才会学会什么叫做尊严跟尊重 参访学生中有不少人认为 在卫生所与区域医院的配合下 山地门乡的卫生严老环境提升 也改变了他们对偏乡医疗的刻板印象 就是这里的卫生所 其实跟我想象还是有点不一样 因为之前都是可能就是去想象 原相大概是怎样 可是就真的来回发现其实就是有很多 像是IDS计划就有很多 跟区域医院合作的部分 就是之前没想到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可能就是偶尔来这边注诊 或者是不同专科来巡回的方式 以后一定会有那个机会 就是会来这个地方吧 就是因为毕竟我们这一批人之中 有很大部分都是公费生的朋友 然后毕竟未来都会有那个机会 可能都会来这边都是让个经验这样子 平气医院表示 IDS实施后 目前每年提供物台箱 三地门 马甲箱专科医师六百整次以上 巡回医疗达两千整次 平均一年整至两万五千多人次 举办一百多场卫教宣导 双向转诊也逐年增加 卫生所将需进一步治疗或检查的患者 转诊到平基 当病况稳定后 平基再转回卫生所 给予患者持续性医疗照顾 落实分级医疗强化 再地医疗资源整合 现在平均每一年有六百整次的一个专科整次 那巡回医疗通过 云上卫生所的提供巡回医疗 已经有两千次的一个次数 那我想 一个相当庞大的一个服务的一个量能 那因为这些量能 我们也看到云上的居民能够得到 适当的 适切的 照顾 在IDS提供巡回医疗及到宅服务后 三地门乡民不用再奔波劳盾 缩短了医疗的城乡差距 提高居民留乡就医比率 有效地改善原住民乡的医疗环境 透过实地访查 也让医学系学生了解山地医疗的现况 未来有机会到偏乡行医 能让医疗服务更贴近民众需求 评论新闻张荣一刘建荣采访报道